全国第一批获得省教育厅本举提前就业参加生产行列的国民中学 首届毕业生有100多人 他们分别来自南投县的各国民中学 今天上午在中区就业辅导中心的安排和护送之下 乘专车找桃源电子公司前行实施两个月的之前训练 他们并且可以按时返校参加毕业考试和毕业典礼 中区就业辅导中心主任马郭成在简单的翻诵茶会中 鼓励他们要认真学习努力工作同时生产造果的行列